海豚妈妈带着孩子拦平了过往的游船 她窜出水面久久不愿离去 不断地在向船上的人们和狗狗求助 原来就在几天前她的孩子尾部挂上了一枚鱼钩 看到孩子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于是海豚妈妈带着孩子前来寻求人们帮助 声明难度必有缘故 小哥拨打了海洋救援队电话 聪明的海豚高兴地在水中跳跃 随后海豚母子被游船带到了潜水区 救援队伍也及时赶了过来 救援人员来到了海水里 这时海豚妈妈带着她的孩子游了过来 海豚妈妈不断地发出着急促的声音 她在祈求救援人员帮帮她可怜的孩子 救援人员全部来到水中 随时准备抓住小海豚实施救援 为了帮助孩子取掉鱼钩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员 动物界的母爱一点也不须于人类 经过大家的勤心协力 小海豚被抓住台道的沙滩上 为了防止小海豚身体上的水分蒸发 救援人员为她准备好了毯子 时间就是生命 救援人员开始行动了起来 看到这里 如果你还在屏幕前 请给好心的救援人员和伟大的海豚妈妈 点亮小红心 在评论区打出幸福美满 那么以后的日子里 你定会幸福快乐好运连连 小海豚强忍着疼痛配合着救援工作 水里的海豚妈妈在一旁 发出着声音为她加油打气 绑在小海豚身体上的鱼线 被慢慢地割断了下来 小海豚瞬间感觉轻松了许多 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 鱼网和鱼钩终于顺利解除了 它们赶紧抬着小海豚送往水里 然而 海豚妈妈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母爱就是如此的伟大无私 当小海豚入水那一刻 海豚妈妈开心地 立刻游到了她的身边轻微拥抱 而行亲里没有担忧 出门在外的你记得 有时间多给家里人打打电话